嘩,我们有自己的IG 如果想知道拍摄时发生的事 或者想知道我的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加我的IG 或者赞好我们Facebook的专页 又可以在Facebook里加我做好友都行 谢谢 各位朋友,我们频道增持了 付费会员,而付费会员里面 会有一些以前部分的影片 加持到会员区之外 还有很多未曝光的影片 或者我的个人笔记的影片 在会员区公开给大家看 又会找师傅讲一些大胆点的题材 放在会员区里面 等属于会员的你们才可以欣赏到 基本会员只需要20元就可以收看 而你们的付出 将会为我们频道达力巨大的改变 有资金之后 我们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 找更多不同的师傅访问给大家看 身为主持人的我 很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的成长 多谢大家 帮助我们来一点点赞助 就是我们大大的支持 多谢你们 各位不好意思 首先我想和大家说 希望大家不要再问我拿师傅的联络 甚至有人曾经留言骂我 说为什么拍摄师傅 但你又不留过联络给大家 其实很多人访问楼德华 大家有没有留下楼德华的联络 电话给你们呢 有些人更夸张 要我留下师傅的地址 地址也算了 我不说了 可能你以为是一间寺庙 但是基于两大原因 我是不会留下师傅的电话 第一样是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创先行 没有一个师傅 我是有留下电话 联络给你们的 没有的 因为我真的只是访问了师傅 我不是收了师傅的钱 去做宣传的好吗 所以呢 师傅往后去 例如师傅往后去帮哪一个人 做了些什么都好 都不是我频道介绍的 OK 因为你知道我 我真的不知道师傅是真是假的 我很难 很难去承担这些责任 好了 那我们只是很单纯地访问师傅 去关于一些传承上的问题 或者面对这个行业的心态就算了 其他事情就跟我们频道没关系 第二件事 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无端端传个信息来 就要我交下别人的联络资料给你 你觉得合不合理呢 如果你是师傅的仇人 又或者你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喜欢玩电话骚扰的 甚至乎你喜欢在别人的门口写大字 那这一切一切事情 是不是全部都入我数呢 都是我数呢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问我 拿师傅的电话或者地址了 我是没有任何权利去交出 其他人的资料给你们的 你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在网上自己去寻找师傅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苦处 多谢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有拍过一集 不要你走着街上跌到地上 或者跌到楼梯 你就说一定是阻鬼要找法科师傅 又或者你只是伤风感冒 你又说要找法科师傅 其实我自己也有拍过一集 叫别人 不如我们先不要这样去想 马师傅有些很特别的案子 跟混吉有关系 那又不要说混吉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师傅 遇到真案子不害怕 我们用法科去解决 不害怕 最怕上到来 他就告诉我 哎呀我这段时间这样 不用寻了师傅 我当然是撞鬼了 但他上到来 好像你这样 清靓白正 容光满发 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坐在这里 通常有半个小时 就会说什么对话 来来去那几句 师傅 不行 我真的被你教 不是啊 不知为什么会反过游说 没有了 然后他就说 不是啊师傅 有了 不是啊 我看完真的没有了 然后没有了 没有了 有了 没有了 有了 通常会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然后你跟他讲一讲 他好像开始明白了 对话开始 突然之间他又来 但不是啊师傅 我真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看 那些撞鬼都是这样的 不是啊 我真是有了 又没有了 又半个小时了 其实近期我做了几宗 见面之后 其实就 难听说一句 其实谈过几两个小时 都是在心理辅导那方面 着重了 说回一宗 实际一点 真的有事 求助是一位女士 话说他就在床 爬上床 挂一些东西上 突然下跌了 但问题就是 他在一个大腿的位置 一个大腿 他很瘦 很瘦 一个大腿的位置 他语了这么大大 足够语了 有这么大大 好 之后我会补一张照片 他又拍到给你 我有照片 我有照片 拍照 不知道功效 是 于是他就来求助 那一刻很特别 那一刻他坐在我面前 我突然就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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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 你是不是在那间 你跌的那间 那间屋的位置里面 你有骂过 骂 我不知道你骂什么 我只知道你骂 他说 跌之前 一天 他说在厨房 不知怎样 他知道是自己不小心的 他就撞到 撞到 撞到 他就说 骂 他真是骂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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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些东西 就以为他骂他 其实他可能 把东西摆得不好 撞到我 他其实就 被那些误会了 家屋里面就有那些东西 于是那天在床那里 我就出了个推子 我就告诉他 你跌的时候 在腰这个位置 有人推了你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到 他说是呀 我感觉到 因为他跌 你正常站在床上挂东西 你跌也是跌到床上 其实他跌离了床的一部分 所以就达到大腿 乳中大腿 当然 他做了一些事情 四天之后 他那条鱼 就只剩下一个圆圈 中间就散了 其实这些斜的东西 其实就不会像 你平时慢慢探 慢慢探 不会有个圈 它是有个框 这些就是正正式式 真的难听说的 这些真是撞鬼 这些就不是犯杀 但他自己的房子 他工作的地方 他工作的地方 他工作的地方有一张床 都说一点 这位是一位职业女性 是职业女性 OK 是 说真的 会不会特别多 因为长年都不见光 那些单位 不会有阳光射进来 是比较阴的 那位职业女性 就来求助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你是个职业女性 我就帮她做了事 我就跟她说 你先回去 价钱我跟她说了 当然也不是收一般 我帮人驱邪的价钱 因为她是一个职业女性 我就说 如果你回去 你如果一个星期之内 你可以把整个人清的 你才回到丰利市上台 因为我觉得 来乡别井 一个女人来到香港 做不到一份比较好的职业 如果我帮她不到的话 我宁可不守钱 收不下 其实我有点好奇 那些职业女性的地方 是否会 其实已经是用了一些法术 或者一些招客 那些 他们那间是没有的 后来 就是由好心又好抱 后来她OK了之后 她也有找我去 帮她去看看她那间 有什么要 我们想过去 我又想过去 不要紧要的 其实我又觉得没有问题 我未上过去 所以好奇巴了 你不是想着跟我上去直播吗 哈哈哈哈 好看过灵探 你这样也可以 其实 反而这样 她四天 她真的清了 她真的清了 只剩下一个框 你上到去 然后怎样 我上到去 我就知道 那些东西在哪 她有一间房子很独特 很独特 独特的意思是 陰 濕 陰是一定的 咸濕就是一定的 濕 陰濕 不是咸濕 陰濕 陰濕 那间房子很陰 很冰冻 而且房子濕气很重 本身房子濕气很重 这一类职业会不会特别招音 但又很有趣 这些职业 你不要想着上去跟她捉鬼 千万不要搞什么 你只可以教她如何善待这些 那些长年累积的灵体 但你不能帮她捉 可以靠这些灵体去帮忙 有一些比较满的行业 有一些偏的行业 其实不能捉鬼 但你可以善待她 和平相处 你不要搞我 我善待你 我好你好 可以的 某一些行业 是要靠这些去招财的 你搞定了它更糟糕 其实有很多偏门的行业 很多时候都会在门口 烧溪钱 烧金银 初二十六 不一定初二十六 有些慢慢烧 晚烧几转 一件没什么客人就烧 一件没什么客人就烧 其实连美容也有很多 怎会这样做 其实之前做过很多几宗案 是养鬼仔的案 都是关乎美容行业 因为老头会教美容师 去请佛牌 养鬼 做过的 其实这样真的不是很好 不好 我做过一宗 差点女儿没命 原来她是做美容的 因为跑数 请了一堆东西回来 谁知道到后来当然被拒在一边 但就出事了 当时帮她做法事 那天她的女儿 这个额头 有个好像奴力士皇冠 那样的 然后后来 在她的佛牌里面 我找到一个佛牌里面 是一只BB仔的手 那人都想完整 那你拒了她的手 来做佛牌 她每一晚就切到 臉都变子 后来就找了我 帮她搞 一搞就OK了 所以有些事情是很神奇的 大家误到你不信 无奇不有 然后 第二宗混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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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她就告诉我 她就在一间公司里面做 因为某一个上司 因为想去保持着自己一些东西 就整天就谷他们去做事 有时候 不是你谷我做我就做到的 他就怀疑上司 就落了一些邪述在她那裏 就令到她 这个又不行 那样又不行 她很紧紧于怀 于是她那天 就和她一位家人一起上来 那我就说 那我就听她说 首先一定要听她说完整件事 但是她说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她很紧张 她一说到她的份职业的时候 她人的情绪很紧张 然后我就说 你会不会真的因为 你很在意份工 或者你在份工里面 你的责任心很大 而导致你的精神很紧张 我说 其实现在最好对你的方法 就是 你最好请一个星期假 或者拿假 去和你的家人去旅行 暂时你 calm down 可能你去旅行回来 你什么事都没有 她说 不是吧 师傅 我同事一定是搞我的 她一定有搞我的 我说 你在哪里看得到她要搞你 她说 我不知道 总之她一定有搞我的 我说 不会的 我说你要记住 第一 其实如果你要找巫術害人 第一 你要找到真是懂的才行 现在吹水 谁不懂 是吧 你找到真是懂害你的才行 好了 懂害你的 他选你 一万他都自选三千 当她要自选三千的时候 她会做什么 当然跟你开一个合理的价钱 我没理由收你两元 然后我一间要出去跌二十元 对不对 好了 我要花这样的价钱 找一个懂得做事的师傅 去害你 还有 我给钱人害你 这个收了钱 他也值得 他帮你害你 他自己都要 选一万自选三千 然后你和他什么大仇口 你究竟是 抢人老公 抢人老婆 还是搞到人家 没有了饭碗 搞到人家 害死了他的亲人 死人倒楼的事 人家要这样落你降头 或者用毛髓去害你 是吧 这些很重要 大家要先想清楚 很多人都会怀疑我中降头 哪有这么多降头你中 对不对 我相信你访问了这么多师傅 有很多师傅 应该会有这个理念 哪有这么多降头 每次都会说你中降头 如果你去到师傅三爬两位 都会说你中降头 很简单 你给钱 其实你很难 我有时都会和观众朋友说 其实你不是身处于一个富豪世家 又或者很上等的人 拿一个降头 动一些又说十万八万 你自己都没有了 你的朋友未必会有 那他为什么要拿十万八万搞你呢 而且你要明白 就是像你所说 我又不是什么出名的人物 我的生死其实难听 我死了都不会影响 哪个有蛇毛的最多 亲一点的最多和你流两滴眼泪 是吧 或者怀念你一段时间 其他都没有了 是吧 所以大家要清晰一点 江头不是这么常见 或是这么容易被人下降头 其实有些甚至乎 有某一些可能外面 一些不汤不水的 真是骗财的 他一定会说你中降头 不是怎么收你钱 中降头解降的最多钱 因为解降是一个很大弹很大弹的事情 无了期还可以 一来无了期 二来其实很大件事 其实你要找几个有功力的座谈 要手谈的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张主香的司机 你给我搞定他 然后我回家睡觉 不是这样的 手谈的 手多久 不知道的 真是要打完那场降头 才知道 打完可能是几天后 没有人知道的 这些是没完没了的事情 所以大家对降头的疑惑 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要不然 其实你根本做不到效果 但是钱都被压了 是吧 然后跟他解释 也像这些原理那样 跟他推断 为什么要下降头 你花这么多钱 找你这样的师傅 你会不会这样 最后来他也有问过我 我可不可以搞他 师傅你帮我搞他 我觉得他一定会搞我 我不管他有没有搞我 总之你帮我搞我 我说我不搞别人 我没理由自损三千 这三千我毫不起了 有时真是为了一口气 但是事实实 他真的没有这个降头事件 如果你没有这个降头事件 我当你在外面找到师傅去帮你做 其实他的业是你背 他只会有什么东西 不要那么傻 大家不要信法术攻击 不要信物理攻击 你直接走上去打他就算了 就是了 实际一点 实际一点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待会你找个师傅 有料的你又麻烦 没有料的你又麻烦 是的 你搞完一大林 他好像没什么点 你又心想 究竟行不行呢 好了 搞得他更严重 可能你心不忍 那时候死了 我是不是过分了呢 是 你何必要搞到自己这么两难呢 是吧 就是做人正气一点 就是如果你打算搞人 你直接打他 你承受法律的责任 完 如果你觉得我法术攻击 我又不用什么责任 如果下下都可以的话 这个世界很大乱 所以大家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然后说了一大轮 很开心的 于是说了大概是 一个多两个小时 一个多两个小时 说完就说服了他 说服了他 信自己不是中钢头 其实没事的 没事 他跟家人说 我走了 我没有做过事 我只是聊天 我这里谈话不收钱 我不是律师 我不是说多少小时 要收你多少钱 收回社工费 当然 他自己出身风 这种利时圣坛是一件事 我聊天 我是没有收费的 然后过了两三天 开心了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师傅 我想通了 其实你说是对的 他说我可能自己是想多了 现在我放松一点 我又觉得感觉舒服了 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说这样就好了 现在是可以的 还有没有云吉事件 有一次 又不是不可以说云吉 我们只是说笑 说云吉 有个女善信很孝顺 就说她婆婆近期 不知为什么 很多问题出现 不知是否撞邪 我说你这么空泛 我说你可否介意 带老人家上来见 他说师傅 我见一见 要收多少钱 我也是这样说 我说聊天 不收钱 我说你不带她 让我见一见 你就这样说 那天就带了她婆婆上来 我说她今年八十多岁 突然之间脚肿 身体有点不舒服 突然之间变差 所以我一看 我一看 婆婆没有任何阴邪气 在身上 純粹这样 然后慢慢跟婆婆聊聊天 婆婆 你最近觉得怎么样 她没有什么 她们很紧张 年纪大 有时没有记性 问完又问 于是我就跟她的家人 我们立刻带她去查询 看医生 因为八十多岁 你开始有机会 我都老人痴癌 其实八十多岁才开始老人痴癌 好 所以我说我现在都老人痴癌 对 我说你要跟她去查询 看看她的智力问题 你要跟她看看 你跟她检查身体 为何近日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退化 我说老人痴癌 用了八十多年 有些事情开始退化 有些问题开始出现 在开始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 就将她推论到神怪的情况 我说我现在看运她全身 她没有一分像撞鬼 或者犯杀 她没有事 但你们千万不要再将这个时间 她在这方面讨论 因为你会延医 你会因为你们这个想法去延医 去阻碍她最好的时机去治疗 所以我说你立即要带她去看医生 不过这个年轻女很孝心 她真的很孝心 看见她上来 照顾得老人家很好 帮着 后来她走的时候 都走过来跟我说 她说师傅是否真的没事 还是她在这里 你不方便说 我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大家不用担心 但大快带她去测试她的智力 看一看她的肾 那些水肿都是关于肾事 后来就测试了 肾功能慢慢衰退 真的查到老人慢慢开始有些对话 所以经常这一头说完就问 这一头说完又问 我说其实很多龙人家 都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只不过可能她们在初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她奇奇怪怪 我都说有时候范萨很有趣的 范萨是每一天某个中数 连续几天都是那个中数的事 完了就没事了 到第二天那个中数又开始 那段时间又有事 那些都是有机会犯杀 又说一下我们经常说犯杀 怎样避免犯杀 犯杀的意思是怎样解释 有时候地盘开工会有杀出 一开地基一挖地 其实地里面我们有土神 那些都会出杀 杀的意思是灵 不是灵体来的 它是一道气 一道气 一道杀气 一道杀气 如果你住正 那不是整栋楼的方位 全栋都是对着地盘 又不见我有事 这个就要看下你自己的精气神 或者我现在都病得癱癱 那一道杀气 我当然受不了 那便还病得很重要 又或者我最近在走坏运 我那年犯了太坏运 我不可以的 那些便容易令我有问题 当然了 你走运走到九彩 那十年大运 充居充不了你 所以有些人说 车车测气 整栋楼三十多层 都是对着我方位 那三十多家人都有事 其实不是的 是计我们人的精气神 有时如果真的窗门外面有地盘 我又不想经动法科师傅 花钱 又怎样 风水有一个说法 就是眼睛看不到便为之干净 那又怎样呢 上班便打开窗帘 因为希望太阳和空气 可以进入房子 回家 当你有机会对着窗帘 便拉起窗帘 而且现在说真的 有很多精美的东西 大家可以买些磨砂纸 你贴了便看不到 但光线一样进入房子 又可以 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 以前我的风水老师都说 最高的风水 就是你放了都没人知道 风水是最高的 这些眼睛看不见为干净 这些是很高的 大家可以遮遮挡挡 也提一提 其实有很多人出入医院 没有避忌 有没有避忌 我做过两三宗都是在医院裡犯了 在医院其实 大家在医院等升职 很常见的就是等升职 等升职 其实大家每个升职 都无法按照升职 就是在升职门中间 这一步升职 就算你是普通大厦的升职 其实不知你有没有感应 其实那一阵门一开 真的会有道气冲出来 那一阵升职 甚至屍體 有機會在那些電梯出入 我當然不知道醫院是否有電梯 是專門運 不管了 哪把電梯都在進去臉房 我不知道 但是病氣一定走不走 所以很多人說犯了法 為何探完病回來 我自己病到七彩 就是因為吸了別人的病氣 你頂不住 那個便是一個衝殺 有時我們在醫院的走廊走 有時會見到他們的職工會推著車 你別管車有人還是沒有人 因為你判斷不了車剛剛裝完甚麼人 你不知道他裝完病人 或者死人 他推來的時候 當然不是跑出來 但他推來的時候是有一種氣流 所以大家如果走進醫院走廊 而離遠見到有人在推 你又知道和他會有雙碰的時候 你可以走到一邊 甚至乎你知道我今年犯太歲 或者最近我不太精神 甚至乎可以幫他輛車衝 在你身邊推過的時候 你真的用背部對著床 會令你們減低犯殺的機會 醫院是經常有人出事的 因為不知道 按車廊當然會站在那裡 然後人家一開電梯便會醒到那一陣 其實尤其是現在有這麼多菌 你的電梯裏面 不要說你裝不裝病人 有這麼多人在電梯裏面 那些都很混亂的 那些一開電梯便會吸光 好的你又吸 不好的你又吸 那你頂得順便好 你頂不順病 有很多殺都是因為這樣犯回來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在醫院的一方面 明白 好了 今天還有什麼分享和補充 另外還有一件案子 好 再說一說 另外一件案子就是 他又說他去雲南 中降頭 猜猜猜猜猜 那些是孤獨 總之他覺得是中降頭 因為回來也是病 其實我不明白 什麼心理因素令到大家覺得自己會中降頭 我不明白的 我也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錢多 人家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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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又錢多 大家會不會覺得自己這麼值錢 但那時候一定是自己錢多 大家會不會覺得自己這麼值錢 人家拿十多二十萬來搞自己 有時候很有趣的 雲南那個中降頭 他一定不是當有人下降頭 他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 你知道吧 有些人說六降頭很神奇的 那你就中了 他就懷疑自己中這一類的降頭 不是一個降頭才下降頭 那為什麼要下降你過 那是什麼原因 很美女 我是不是得罪了別人 自己又不知道 是否我自己口白藍蠶說話 人家聽不出來 然後就下降頭 然後來到 那天就很特別 那天就是我 就像現在這樣坐我背著那壇 你看到我現在的梳化前面 有一塊白色的板 什麼都沒有 那天的善信就坐在梳化上 跟他一邊聊天 突然間這裏就說了 病去旅行 那你是否正在病去旅行 當然 我病去旅行 我們病都去旅行 然後我突然之間 很有趣 我便在這幅道裏面 我見到一幅影像 就是一條路 那條路就是香港 好像香港的石 但香港的石小路 是灰灰的色的 它是黑色的 兩旁有花有樹有草的路 走到尾是有間屋的 那我就 走夜路 就再出走夜路 我問你是不是有一天 你突然間晚上去旅行一個地方 我問那條路就是這樣 他想了一會 他說是 我真的走了一條這樣的路 我說 你是在那裏出事 其實你應該在那條路上犯了一些事情 我說你清翻有沒有事 於是那天跟他說了 約了他第二天上來 因為我都要準備一些符咒 好嗎 然後第二天約了他上來 便跟他做 清完之後 隔了兩天他又去了旅行 便沒事了 其實這些就是可能他走夜路的時候 他自己又在病 可能有一些東西 從師傅你剛才所說 一個人的精氣神不足 例如病 不舒服 狀態不佳的時候 特別容易去犯殺或者撞鬼 沒錯 絕對 即是當大家身體覺得不太好 便千萬不要到處去 你是個賊 兩部車任來偷 兩部價值一樣 一個有太所 一個沒有太所 你偷哪一部 即是一定是選擇易偷那部 來偷 那當然是選擇了易入侵的 你又有病 精氣神又不夠 那就搞你了 難道我搞龍精褲蠻老虎 打死十隻那個嗎 因為我承認有一點 就是譬如有些人 看西醫或者自己休息一下 精氣神充足後便沒事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麻煩一點 可能命上問題 可能真的要找到法科師傅去幫忙 如果大家真的 即是諮詢一下又不是一個問題 那你就去諮詢一下 但是 多一句 如果對方開天殺假 又或者要脫衣脫褲 又或者諸處處理 你馬上走了 不要理 是的 脫衣之後脫外套 貼身那件真的不脫得 是的 創事的 所以大家帶著正當的知識去找師傅 就好一點 是 就不好 還有有些什麼要留給師傅說 你不要每次自己什麼都爆出來 就是 你這樣就好像 即是你 如果你撞上那個騙子的話 一有位置進來 就進到你沒得進去 不是 因為其實我也見過有些線述 很希望你配合他的 為什麼配合他呢 師傅我撞鬼 是啊 現在我看到你背後也有兩個黑影 幾百隻 我感應到現在門口也有兩個在等你 師傅怎麼辦 他很開心 你知不知道 因為他覺得 我真的撞鬼了 真的撞鬼了 其實這些不是好事 希望大家用你們清晰一點的認知 去看撞鬼這件事 嗯 鬼都很忙 他們都很不得閒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一方面 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不要給一些騙徒 我們說騙徒 有機可乘去 去 去掠財 所以他當然會受到他應有的報應 我們信得拜神 我們一定信報應的 每一個人說話 他的言行 出了口 都有他們的業 不是亂說話 說了話不用負責任 這個世界永遠都沒有不用負責任的 所以希望大家先相信 如果真是發現有一些問題 而你們有相熟的師傅 或者有信得的師傅 你們其實可以打電話查詢一下 甚至乎在電話裡已經搞定 你連車費都不用浪費師傅談 其實師傅已經可以解釋給你 其實你是否真的這麼大件事 有些事根本跟神鬼完全沒有關係 只要你處理得好些 或者你去看醫生 那些問題可能已經解決 因為之前我也試過有一個 打電話來問我 她說我的嘴唇歪了 很多年前她的嘴唇歪了 她媽媽就去廟裡拜她 在嘴唇後立即沒事 怎樣歪 真的歪了 即是歪了 是歪了 她說當年在神廟面前說了些話 回到晚上就嘴唇歪了 她媽媽立即去神廟拜回 搞定了她媽媽也好事 解決 這次歪嘴 於是她便打電話來 她說我懷疑我又犯了事情 我問你有沒有看醫生 醫生說我肌肉發炎 肌肉發炎是有機會令你扯的 我問你吃了藥嗎 她說看了醫生回來 藥就未吃 我問你先吃藥 分分鐘你吃藥都不用找我 自從她叫她吃藥 這個電話收了 消息力即是沒有找過我 可能已經康復了 我覺得這個師傅沒有了 我問了另一個也不奇怪 不過我覺得如果是真的和病有關的 首先第一時間 一定是先投醫 不是先求神問福 你看醫生 醫生也和你判斷過你 沒有啊 什麼都吃不到啊 而且你要明白我們人體實在太精妙了 有時候有些病 我們都說不定 明明大家其實見過很多案例 就是可能你三個月前去檢查 整份報告OK沒問題 誰知道如果三個月後 都去到很嚴重了 亦都有試過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去 因為去迷信一些東西 而導致什麼都關神鬼事 而去阻害了你自己去醫治的時間 其實是很愚蠢的 所以如果和病有關的 盡量去看醫生先 如果都在醫生方面 完全找不到答案 先來找法科師傅都未遲 是的 不要自己這麼愚蠢 去申請給騙子 有機可乘騙你們 因為人人賺錢都辛苦 大家都經歷了幾年疫情 都是很艱難的 都說多聲 提多一點就是記住 如果覺得自己的精氣神 那一陣子很累 不夠精神 或者自己有身體不適 盡量少去夜街 盡量少去夜街 盡量少去比較陰的地方 陰的地方可能 如果無關痛癢 可能不是太過親近的送喪 問病 拜山那些可面之面 或者那年如果你是沖犯太歲 甚至乎可能是太歲壓制主 那就更加自己要看著 其實這些都已經是每次做訪問 都有說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留意去小心 明白明白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糟糕 六點鐘在觀塘走 真的不用走 不用怕 走到的放心 走到的 塞一個小時 你打算去哪裏 我走了就回家了 你回家 不放心 三個小時之內一定回家 不用怕 好了 下次再看見 拜拜